义文界损失惨重 有剧团突发奇想 把天天开记者会的 中央流星疫情指挥中心 作为搞笑的主轴 邀请艺人洪多拉斯 化身指挥官陈时中 脾气不好的弟弟陈闹钟 洪多拉斯也解密 模仿陈时中的要点关键 带您一起来看 首先要谢谢所有的记者媒体 来参加我们的记者会 一开场就感谢媒体 来参加记者会 这模式怎么优点眼熟 各位媒体好朋友们 大家玩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 不只感谢媒体和国人 持续关心疫情进度 这酷塑版的网络节目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也不忘重现指挥官 陈时中的生气神情 我已经呼吁过很多次了 大家都要站在一个同理心 有些问题 重复问过了就不要再问 因为我比较容易暴怒 不只将陈时中的神韵 模仿的超神似 就连说话的语助词 也要融入在模仿精髓里 今天中午我们会收集 相关的一些电话 那应该是有两三千通吧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手机关一下 闹钟啊 他会有一个不确定的答案 所以他可能 比较没有办法 立刻的把这个答案 告诉大家 他会寻求资源 除了审还原 陈时中的经典语句 身为陈时中的弟弟 陈闹钟艺人宏都拉斯 也有话要说 受到疫情冲击 宏都拉斯坦言 手边的工作全都停摆 索性模仿 阿丁部长的影片 在网路大受好评 只期望能在紧绷的疫情期间 让大家轻松一点 记者赞不倒